众所周知,艾滋病可以通过母婴图病传播,那么,当父母患了艾滋病,还能生健康的宝宝吗? 针对这一问题,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院案感染中心主任黎在春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毯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高桂菊,听听他们怎么说。 受访专家李在春表示,母婴传播方面,如果不经过正规,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大约有三分之一可以通过台盘,生产以及未来把艾滋病毒传播给孩子。 在高桂菊看来,患有艾滋病的父母生出健康宝宝的关键,在于要尽早开始抗病毒,将艾滋病病毒控制在检测下线以下,这样就会将病毒传染,给对方以及婴儿的危险较至最低。 从儿生出健康的宝宝,高桂菊建议说,单方阳性的家庭,HIV抗体阳性的一方应尽快开始抗病毒,在病毒没有得到控制之前,和对方进行性行为时一定要采取安全措施。 等到病毒得到很好的控制后再生小孩未移,有很多家庭里丈夫感染了艾滋病毒,但妻子没有感染,这样的家庭可以生一个健康宝宝吗? 李在村表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介绍说,国籍上标准做法,世事难方进行抗病毒,带病毒三量检测不出后取精液进行精子洗涤,把精液去调留下精子,精液中可能有病毒但精子不感染病毒,进行人工受精或者做试管精儿,国内没有给HIV患者做精子洗涤。 所以国内这种情况,下医学上,没有明确的推荐方法,临床上国内的同行做法,是阳性的丈夫首先进行抗病毒,带血重病毒在量检测不出来以后,不经精子洗涤。 在女方排卵气进行无保护同房自然受孕,女方在同房前后更吃一颗原艾滋病阻断药物预防感染,采用这种检疫方法,目前国内还没有预防失败, 导致女方感染的案例报道,李专家提醒,李在村提醒说,执行此类方法时需要注意,要孩子前夫妻双方都需要去检测生殖功能,只有生殖功能正常才有可能自然受孕成功,如果本来就存在生殖功能异常,由于为检查而不知道,多次无保护性行为既增加了感染女方的风险,也不可能成功受孕。 那么,现在HIV的产妇是否可以补乳呢? 高贵局表示,在补乳方面,如果产妇体内的病毒已经控制在检测下线以下,是可以进行补乳的,否则就建议人工喂养,禁止混合喂养。 其实,与母婴传播类似,其他高位行为也不意味着一定会传播艾滋病。 高贵局表示,不同传播途径的感染风险不同。 来自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统计显示,因道性胶的传播率在0.04%,0.11%,钢胶的传播率为0.08%,1.38%,深刺皮肤的传播率为0.23%,共用针区的传播率为0.63%,输血的传播率最高,为92.5%。 近年来,随着艾滋病知识的普及,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多数人已经知道艾滋病并不会通过亲吻、拥抱、握手或者护用个人物品,共同用餐或饮水等一般性日常接触进行传播。 在高贵局看来,现在人们需要进一步在心理上克服对艾滋病的恐惧。 杜绝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要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艾滋病已经成为一种可防、可知的慢性传染病。 这对我们最终战胜的艾滋病是非常重要的。 And 安全声明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如果爱说,别忘了订阅本频道,别忘了订阅本频道,别忘了订阅本频道。 至少,别忘了订阅本频道。